冰上天鹅舞演出剧照 空图中心往厦门搭队一日电皇永愁 进入酷暑的厦门 因为经轮冰上芭蕾的到来 一时清凉许多 一日晚英国冰上芭蕾舞团 在以十五吨真兵搭奖舞台的厦门米南大戏院 奉上冰上芭蕾表演 特别加入了冰火和空中飞人两大特殊环节 使厦门民众领略到强烈的冰火舞台视觉震撼体验 冰上芭蕾是一种将古典芭蕾和花样花冰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 用冰刀代替脚尖在冰面上舞蹈 演员在表演中需要兼具力与美 观众在其中既能欣赏高雅的芭蕾舞表演 还能感受花样花冰的优美流畅和惊险刺激 冰上天鹅舞演出剧照 公图主办机构介绍说 此次英国冰上芭蕾舞团 带来冰上灰姑娘 冰上天鹅舞两部剧目 演员们将在8月1日至5日 为厦门观众带来七场演出 巨蕾 为实现在真冰上舞蹈 舞台五吨冰块打底 34小时不间断浇水 再喷洒进十吨水 使其一层层冰冻 逐渐形成一个重量 达到12至15吨的冰场 志兵师们在剧场外放置两台巨大的机器 机器24小时不间断的 将高压以二纯抽入到置兵管道里 以保持舞台效果 该舞台艺术总监扑尼 周尼莫斯告诉记者 此次在厦门演出的两部剧目 不仅由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 是舞美设计师埃蒙达西 伊门的阿西亲自操道 演出服由俄罗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大剧人著名设计师阿尔比拉加布耶瓦 设计因为冰上芭蕾对服装的特殊要求 需要同时间顾美观和延展性 以保证演员的运动自如 因而表演服装都有手工定制 每套造价达400英镑 英国冰上芭蕾舞团 作为剧院芭蕾表演的代表性舞团 汇集了26位增赞奥乐会 市锦赛 欧锦赛等赛事 上获得奖牌的冰上运动员 此次两部剧目的男女主角 均为世界级花样花冰的冠军 女主角奥尔加欧的沙鲁拳头 是花样花冰的奥运冠军 男主角伯格丹 是世界花样花冰锦标赛 欧洲花样花冰锦标赛等项目的 大门冠获得者 晚安